未来我们仍会继续努力 积极征取升格 创造现名的光荣感 为了拼升格 彰化线动起来 不但拍影片 县长王惠美还亲自向中央喊话 因而彰化线比大新竹 更有升格条件 在不用修法前 彰化已经符合升格的条件了 那为什么没有考量说 彰化线优先升格呢 在这一次竹竹病的修法当中 只提到时辰 都没有说明清楚 只说明时辰的话 那不是就是表示了 这次的修法 只是为了某人可以在 这个选举前 可以参加这个选举 痛批民进党 现在积极要大新竹合并升格 根本就是因人设事 更暗讽是为了自己人量身打造 因为彰化跟新竹比一比 彰化人数达到126万 新竹只有102万 彰化早就超过 人口聚居达125万以上的升格资格 反观新竹还要特别修法才能升格 而彰化升格的推动者有跨党派蓝绿立委 民进党彰化县党部 彰化县长王惠美 新竹升格的推动者有新竹市长林志坚 以及民进党团立院总召柯建民 现在彰化的升格案已经送内政部审议 新竹则是地方制度法修法复为审查中 明明彰化条件已经完备 但蔡总统却从未对彰化升格 说过一句话 难道真的是因人设施 中央其实也还蛮关注的 尤其总统或者是行政院这边应该都很关注 这个竹竹并升格的议题 其实也可以跟彰化这边一并来讨论 竹竹如果可以合并升格的话 那彰化更有资格来升格 民进党立委缓夹 强调中央已经有在关注 不过彰化长期以来就是蓝大于绿 符合升格的条件 却得不到总统关爱的眼神 难怪地方会质疑 升格跟资格无关 跟县市长的党籍才有关系 华语新闻 李问玉 杨纸玉 台北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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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转切换 因此视频 Og1者 启小铃铛